小東瓜 這個說你有接過一個電話 說能不能幫你幫他訂二十萬個私袋 對啊 就是從上個月底開始 就陸陸續續有很多人 透過各種管道來接觸 跟我聯繫說能不能去跟我訂私袋 那一開始來講是幾百個幾百 可是到對近期來講的話 就是開始有出現那種 比如說能不能夠給我十萬個十五萬個 然後甚至那個最高 還有跟我講二十萬個 我說你要那麼多幹嘛 就是這個數量不是一般那種工廠能夠生得出來給人 要湊他們現在生產線全部動工也不一定可以馬上生 因為這個幾乎等同於是 上次發生類似這種狀況 大概是像那種南海大海嘯 才有可能會用到這麼大量 而且那麼急的這個時代 然後可是他們那邊都沒有辦法 給我一個很明確的回復這樣 然後有問到 因為他們都是轉 怎麼講 轉到第三手第四手 那後來有一個就是比較 他算是第一手的人跟我聯繫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他就就有點語帶隱晦 他就說 他說可能那邊需要用 我說那邊是 然後他就說這個東西我不好在電話裡面說 那你就反正你能夠生就幫我生 然後後來我就稍微認真想一下 後來就想 幹不對 他是在大陸那邊 他其實算是台商 他跟那邊是有蠻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那時候整個串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點發毛 我就覺得說這個東西其實 背後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對啊 所以那邊的數字到底 這個就完全不知道 對啊 因為現在有透過很多關係就是說 想要去調那個數量 然後去應急 因為我們想說 因為現在如果人家叫工廠 因為那個工廠老闆也有講嘛 你這樣的量 你至少要給他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他要去加緊趕工去做 而且現在也不是料 進來就有 他們現在有些料他們自己也缺 對 然後可是他就說 他不行 他這個一定要快 三個月他等不了